國民黨中央今天晚間 舉行了聖誕樹的點燈儀式 妄還了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國民黨副總統參選人趙紹康 還有藍營的基層 都來參加演力拼團結 趙紹康跟著喊話小姬們 說喉召的民調將會越衝越高 只要支持喉召 立委都會當選 點燈 慶祝耶誕節 國民黨舉辦點燈儀式祈福 趙紹康特別在祝福卡 寫下這個願望 從地方到中央 藍軍力拼大團結 不只要贏總統大選 還要力拼國會席次過半 全球有基層掃機 希望鬆綁禁科令 朱立倫這樣說 我們還是照我們當時 最初的一個協議 對於個別提名的 我們以立委的席次 極大化為目標 因為扶選立委是黨中央的權責 所以我們一切都以黨中央的 這個規劃 我覺得國民黨的立委候選人們 本身也都很優秀嘛 不要怕 繼續走下去 那侯友宜跟我的民調一定會越衝越高 只要支持侯友宜跟趙少康 立委都會當選 信心喊話基層 畢竟現在侯友宜趙少康分頭跑行程 分進合級 憑勝選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也賣力幫小級站台 我們就是遵循文生救護這個精神 一個最棒的立法委員 立法院選出來 千萬不要有戰爭 政府的風氣 絕對不能貪污腐敗 強調立委跟總統都要帶領台灣人往外衝 韓國瑜跟炮轟 民進黨執政下貪污腐敗 平傳百姓造就受不了 民進黨在執政這八年 貪污腐敗真的是到了無法無天 民進黨這些官員 如果要賺錢 請去做生意 當了總統 當了部長 當了縣市長 在那裡大撈特 你一個立法委員退休 你可以幹18家公司董事長 這是什麼世界 藍白破局 反倒讓藍營民聚團結氣勢大氣 六號晚間喉召更合體 跟部分區立委相聚合影 只要全力拼勝選 達到終極目標下架貪腐政權 記者臺北綜合報導